好,大家好,我們正式來聽這個網友的一段求助的一段錄音 大家要將這段錄音聽完,不要突然聽一聽,因為很害怕,關掉了 因為你不知道整個前文後理,你只會更加害怕 我們就開始聽了 每天都經常 Hi,寶勝老師你好,唐突小小,我發短訊給你,想和你分享一件事 因為我想之間的關係,我怕文字上都表達不到這麼複雜的事情 所以就用語音來表達,先謝謝,不好意思 首先,事緣應該是這樣說 事緣就是我經常看你的節目 你在節目裏面都經常教導我們去念這個 地藏黃菩薩,聖號千次每一天 就能夠有得著,或者可以回饋一些先人 回鄉一些先人,報師 我都照做了一個禮拜 那頭那段時間,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直至到一個禮拜左右,這個事情進行了 因為我每一天,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餐 我都會進行這個地藏黃菩薩在這裡念,念千次 通常就會念十五至二十分鐘 那一個禮拜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我有一晚睡覺,就在我臨醒的時候 都已經是天亮了,一定是 我在夢中裏面,就見到我 過生了很久的愛婆,和繼父 那這兩個人,其實我基本上就是沒有夢見過他們的 那在夢中裏面,其實都有一些過程 那詳細不講了 不過那個過程呢,其實就有了情節的那個畫面 有了互動的對答的 就是我有一個不認識的表哥 其實他有了那個五官,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樣子 他就率領了一幫人,走來探望我 那那幫人呢,全部都是我的表兄弟姊妹 這個是說在夢裏面的感覺 但是其實現實呢,我是沒有這一幫表兄弟姊妹的 有都不是這些樣子 但是夢裏面呢,是很認識大家很親切的 打招呼啦,行圈啦 問一下他們為什麼來都不通知我 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呢 那去到那個地方呢,其實就是一間我的家 但是現實也不是我家來的,那個模樣是 那都幾精緻的,那間屋都坐得了這麼多人 有些坐沙發,有些坐餐桌 那如是在那裡行圈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呢 我就說要去買菜啦 那其實這個過程呢,都很仔細的 裡面我印象記得的東西都 那好吧,那我就說了,我就去買菜啦 你們在那裡留在那裡吃飯啦 那我現在最簡單就是買打邊爐的食物啦 樓下有一間超級市場,那我就下去買啦 拿著個錢包 那跟著呢,我其中有一幫大班的表兄弟姊妹就說 他們不留在那裡吃飯啦 那要離開啦 那都不打擾我啦 那但是我率領這一幫兄弟姊妹的大表哥呢 就說會留在那裡吃飯 那我就問他,那你多少個人留在那裡吃飯啦 他就說 兩男一女 OKOK,那我就去買菜啦 於是這呢,我走出去買菜 我又見到我的外婆和雞虎 那我就問他們,你們留不留在那裡吃飯啦 那他們兩個呢,就不回應我 我掉頭就走了啦 那其實大致上呢 這個夢境呢,都完的啦 那講的都... 我都到街上買菜啦 那這樣就... 赤腳下去買菜啦 好奇怪啦 那醒回來 對了,去到赤腳下去買菜啦 到超級市場啦 那這裡就完啦,真是 那還有第二段,大家聽完 那好啦,這件事完了啦 那都沒有什麼影響到我的 那到預事者呢,隔了第二晚都沒事 那到第三晚啦 那就麻煩一點點啦 這個就真是看一下 你會不會幫到我 或者解決到我心裡的疑問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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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那... 那我就... 因為他比較論盡一點 可能有些雜物阻塞住他洗澡房的門 我就很緊張 就把他弄開了地上的雜物 牆身的雜物 就看看他有沒有事 出不出力 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洗好衣服 洗好一個涼 扶他出來 但在這個夢裏面我有意識是害怕的 我想記不回 或者是否認為他已經過了身 已經不存在 在這個夢境裏面我又有意識害怕 於是我就立刻紮醒了 紮醒了之後我看一看個鐘四點半 四點半 我都聽你說過 先人報夢通常都是林天罡的 我不知道他想表達些甚麼 但在紮醒之後 我就出奇地精神 睡不回 於是我少了便 然後吃口煙 都要上床睡覺 一半夜三間 但是一上床 我就有個很嚴重的耳鳴 耳鳴 無奈了 我剪短反正 真的很久很久 我都睡不到 於是我就拿個耳塞 塞住了一隻耳 耳塞 就好一點了 終於 聽不到 鷹鷹的聲音 很高頻率的聲響 於是我亦都是睡不著 睡不著 轉轉轉轉轉轉了很久 其實都不知轉了多久 他人在床上 終於都睡到了 睡到了 一睡了 入夢 就見到我兩個死去的 舅父的神主牌 那是相片來的 其實是叫做神主牌 那我有一張遺照 其實是擺神台的遺照照 那我媽就在夢境 我媽就在那裏整理他們的那些相片 就擺上神台 擺在祖先圍 那兩個舅父都有 唯獨是整個神樓很大座的 那我就在那裏想 為何沒有了我阿婆那張 我阿婆那張去了哪裡 在那裏找找 只是找這個過程 都找了很長時間 在夢裏面 死都不分 又走去裝一下地主 但是我有意識 在夢裏面我就有意識 怎會放在地主上 人就是先人來的 不應該放地主 於是就走去裝的祖先位 祖先位真的沒有 只有我舅父 於是我又走去 是這樣炒那個觀音 觀音最高的那個位 那我在那裏想 沒有理由放在觀音那裏 不放在觀音那裏 先人的相片 這次這個過程 都過了很久很久 真的很辛苦 找到又擔心 然後醒了 終於都是九點多鐘 那時候 我想跟保善老師 你分享一下 我自從念了這個地藏黃菩薩 千次之後 就出現這些情況 以往就沒有試過的 不知道保善老師 會有些什麼意見給我呢 那我希望保善老師聽到 在百忙之中抽空 聽到這段留言之後呢 可以給我一點點意見 麻煩 不好意思啊 保善老師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點 就是因為 這些夢境呢 令到我的睡眠質素 很差 真是 幸好呢 我 當日的第二早上呢 是不需要上班 如果不是呢 我真是不知道 如何應付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真是希望保善老師 如果 你有些意見給我 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你看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 淋一淋啊 麻煩 好了 大家都聽完整個錄音了 是不是 首先呢 要講清楚一件事 就是 不是 那些人就說 我不念千在行 還好地地 我念了千在行 現在睡覺都睡不到 雖然一晚兩晚而已 但是都覺得很辛苦 還有可能 他也都未上過課 他對佛教的不認識 可能會害怕 或者會有疑惑 那我一定要解釋 就是 這個不是一件壞事 這個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當我們其實呢 很多人都連結不了我們的祖先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問題出自祖先 但是 我們知道問題在那裏 或者是 我們不斷去找 究竟問題成因是怎樣 有些人病 窮困等等很多的問題 他解釋不了 後來發現 原來有些問題出自祖先 但是呢 知道在祖先 但也沒有方法去解決 我們通過連結地藏王菩薩 我們念這個千座行 千座行的時候 唸不會唸 南無地藏王菩薩 是唸 南無地藏菩薩 是六個字 沒有黃的字 是否唸錯 導致這個問題 不會的 因為在佛經的經文裏 有些是稱地藏菩薩 有些是稱地藏王菩薩 但是大多數我們都叫地藏菩薩 他是不是真的遇到祖先呢 我可以很肯定 有90%以上肯定 是 絕對是遇到祖先 就不是他發夢 亦都不是幻覺 是祖先 在哪裡有蛛絲馬跡 找得到呢 就是他醒了之後的耳鳴聲 還有他再睡覺 都是見到其他的祖先 那這個呢 就是他的外婆呢 是要來跟他 有事交代給他 而他見到的那班表哥 完全不認識的一班 他去買菜在那間屋 他在哪裏呢 他在靈界裏面 他的雲神去了一個靈界裏面 那你說他會不會有危險呢 他出了靈界 他不會的 因為他不是說 通過修煉 或者他無緣無故被鬼勾了一個魂魄 不是 他是地藏經裏面 所記載的就是 亡失兄弟父母 那些眷屬 他就念地藏菩薩的時候 就能夠地藏菩薩親領時人 親自去帶領他 去見這些兄弟姊妹 或者過去的先人 而在他這位網友 發這個訊息 他是幾個小時發給我的呢 他是在我日本時間 晚上7點24分 即是香港時間6點24分發給我的 而在他發給我之前 另外一個網友 就在香港時間5點 師父前兩天 仲地藏經 仲到私益父母及倦屬 不知樂在何處 生何世界 生何天中 我突然想起婆婆 好掛念她 不知她現在怎樣 怎知當晚真是被我夢見婆婆 當時情況是 我一入屋推開門 就見到婆婆坐著準備用餐 我即時過去緊握她雙手 婆婆看著我笑 我真是很開心 然後很快就醒了 望一望時鐘 是早上6點 我好深信地藏菩薩 帶我見婆婆 所以不要以為 我們什麼都要跟菩薩講才知道 只要起心動念 菩薩都清清楚楚 地藏經真是好時升 因我聽過師父說 林天光夢到先人的夢 多數是真的 在無獨有偶下 在相差一小時零二十四分鐘之後 就收到剛剛大家聽到那段錄音的網友 又是夢到婆婆 其實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相信這個網友 就是因為在這個網友發訊息之前 我也收到這個 這個就叫做呼應 也叫做相應 就是要我去解答她這個疑問 她怕是正常的 因為她知道她婆婆已經死了 但是為什麼在祖先的神主牌裡找不到她婆婆呢 很大機會就是她婆婆沒有入到她的祖先的大系統裡面 沒有入到祖先的大系統裡面 這個背後的理論很深的 這個就是因為一定要上賢燈教法才知道 什麼叫大系統 什麼叫小系統 祖先或者人死了之後 如果她不相信宗教的時候 中國人是沒有主族的宗教的 但是中國人信一件事 中國人信祖先的 因為她說你神見不到 菩薩見不到 上帝見不到 什麼都見不到 我都可以當她是假的 但是祖先呢 我們是見得到 摸得到 感受得到 為什麼呢 你摸一下你自己的身體 你就知道祖先存不存在 如果祖先不存在 又怎麼會有我們這個身體呢 所以一定有祖先 祖先她生活在哪裡 祖先其實背後她是很複雜的 整個系統的理論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我的博士論文 實際上我是準備去讀博士 就是想將我整套系統架構 寫成這個博士論文 這裡背後就是我整個修行的教法和系統 那麼這個祖先她的理論就是 如果那個婆婆 她的婆婆沒有歸入祖先的系統裡面 你那個拜祭她是享受不到的 那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猶魂野鬼 或者是她受不到子孫的香火等等 那為什麼會涉及這個問題呢 那麼這個就可能 跟她往生的時候 她死的時候的身份有關 譬如有些人 她臨老的時候有離婚 或者她那個打齋 念經超道 那裡出了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登慈善基金 要做那個生命關懷服務 幫那些社會大眾免費去做那個助簾 其實都是不單止利益的先人 更加利益的就是她的家人 如果她的祖先不能夠歸到 她自己的祖先的系統裡面 她的後人是很慘的 那有什麼慘 這些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這個一定是要上課 要一個詳細幾十個小時的課程 你們才會明白 還有就是那個婆婆 她為什麼進不了這個系統呢 可能也跟她的因果有關 現在可能她在下三道受苦 或者在鬼道 或者是被一班夜叉羅撒 捉了又不頂 等等的因由 總之她是來求救的 可能她求救了很久了 但是因為 沒有那個子孫的天線 接觸不到靈界 她就只有喵字 而這位事主 他念地藏菩薩 念地藏菩薩 他練結了 可能就是她的信心 很清淨的信心 所以練結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了 做一個總結 剛剛就是說 這個子孫 終於通過地藏菩薩 就收到這個祖先求救的信號 那她可以現在做到什麼 去幫她婆婆 幫她的祖先呢 很簡單的 就是念地藏經 真誠地念地藏經 可以參與我們 延登院 逢星期日的地藏經 共修 或者 在自己家裡 念地藏經 上YouTube 有很多普通話版 廣東話版的地藏經 有些人就說 念經會不會惹鬼 這些無知苦遇 或者 無知的問題 就不需要再問了 絕對不會的 OK 那你說現在 念地藏菩薩 就惹了個阿婆回來 那是她阿婆求救 你現在一套科技 設備夠先進 就收到這些信號 你明白嗎 就不是她要來害你 你幫了她 那你自己的子孫 她的後人 全部都好 解了個問題 求之不得 這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背後有什麼好呢 也是在網上 不適合跟大家說 跟著就是 念地藏經 含記念地藏經 聲店最好 一次過� singular 練成本 二三個鐘之內 三個鐘之內 唸含記不完 唯有分上面 下啊 或其他三品 有些地藏經 他的分法只有上品和下品 有些地藏經 分法是分 三品 就分 一錦一錦 一卷 上卷和下卷,或者分開三卷,一天唸一卷 再沒有時間,一本《地藏經》有十三品 你就分十三日唸 都給你這些方法,你都不肯去唸 那誰可以幫你呢? 我保善教你,又不是叫你去花多少錢 做過什麼牌位,又不是教你什麼 就是教你每天抽少少時間出來誠心 你去玩Facebook,看一看一看都看了一小時 那為什麼你不去拿那些時間去做一些有意義 對自己祖先,對自己有益的事呢?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再有疑問,可以再inbox我 今天分享到這裡,多謝